编曲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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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自台湾的 《漫画家》李隆景 《1661 国性来喜》 那本书 它最早看到史料 其实从这本书开始 《普温魔沙维城悲剧》 那我当时 第一次参加 安古兰漫画展 畫的8月短篇其實主要就是參考這本書 因為我是非常小就在看漫畫 早年的台灣漫畫像葉宏甲的《諸葛寺郎》 大概這些印象中小時候都是看過的 其他以外的當然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日本漫畫 最早的奇蹟是我15歲的時候 當時有個出版社 清文出版社他們主辦第一屆的漫畫新聞獎 就得獎之後 當然會對於成為漫畫家這件事情 會變得比較有新鮮 不過後來接下來十年之間 其實我參加的比賽大部分都是落選的 但這世界上有很多人能夠畫漫畫的時候 聲稱說他們非常愉快 不過這種事情突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畫漫畫的過程我都會覺得很麻煩 覺得很痛苦很容易想到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最愉快的方式 就是久在作品完成出版之後才會覺得愉快 在面對工作之後在畫圖畫到一個程度 就很想要逃避一個限制 大部分我就會跑到附近的書店去 或者是跑到台队車站那邊 專門賣模型玩具的地下街 大概就是藉由這些方式 去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 這本書很多讀者看到最後面的結局 他們提到的這個人物 雖然所有人都覺得他是蔣介石 但其實我整本書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他是誰 很多以前的事件 過去意識上曾經發生的事情 其實現在跟我們看到國際上發生的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即時感 所以我真正的目的還是 其實希望他能夠讓台灣人 讀者看的時候會有某種親切感 在台灣畫漫畫 他不容易像日本漫畫家 能夠有高雄一定是 因為對這件事情有愛才會選擇去做 既然已經做了選 不管他的結果是如何 因為你就不需要 為過去所做的決定有任何的後悔 我們就酒吧拍了美容姐 我們就在安久了